第三隻 第四隻 最後一隻 上市新聞官陳映竹 當時受困機艙被救出時 強忍疼痛 左臉撕裂傷 腰椎骨折 傷得不輕 那一名後次是次長 中將黃又鳴傷得更重 胸椎腰椎多處骨折 或就當時倒地無法動彈 今天早上再次確認 他們兩位提早從加護病房轉出 所以今天早上 兩位現在都已經在普通病房 可能要再觀察 至少可能是兩個禮拜到一個月之間 黑衣生患者經過五天治療 兩名傷者六號上午轉入普通病房 而另外傷勢較輕的三人 包括中將曹敬平 與少將劉孝棠 中校周星儀 已經可以下床活動 目前以曹敬平復原進度最快 曹中將會快一點 但是最快也要禮拜三禮拜四以後 因為在巨大的創傷以後 我們怕有延遲性的內出血 或內臟破裂 另外整個心理的情況 我們也要至少要評估一個禮拜左右 而院方也對五名生患者做了心理評估 表示軍人抗壓力強 輕傷者未來幾天觀察後 就有機會返家 但黃祐銘與陳映竹 預計要在兩週到一個月 病情穩定後才能出院 最佳昂視區的黃金彈報道 最佳昂視區的黃金彈報道